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天 一大清早 美国孩子Haley就开始忙碌了起来 在家里她亲自动手做了一道美式早餐 一来是孝敬在珍江的中国父母 二来也好在中国兄弟面前 显露一下她的烹饪技术 鸡蛋和汤 需要鸡蛋 很好 谢谢 Haley是美国坦佩市的一名中学生 今年17岁 她利用暑假时间和三名同学于6月26号来到了中国镇江 在镇江通过交往 她和镇江一中的高二学生施术结为了兄弟 中国学生施术的家也就成了Haley在中国的家了 这两位就是Haley在中国的父母亲了 爸爸施展在一家研究所工作 妈妈是江苏理工大学的英语教师 他们为人朴实善良热情大方 Haley在这里生活感到很愉快很充实 她的父母说 Haley现在已经全无初来乍到时的那种陌生感和拘束感 她已经真正成了我们家庭中的一员了 本人也为一位传惯 今次国家大人的家庭 友台也将自己的家庭 为何一个家庭 他在中国至今 出混蛋 还有 大人 他最后 上我全家去鎮江南山风景区旅游 这里的山 这里的水 这里的人文景观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眼前的一切深深地吸引着海里 海里说坦佩市位于美国的西部 处于沙漠地带 树木稀少 这样漂亮的大自然风光很少见 在这里 海里显得特别的兴奋 并滔滔不绝地和我们聊了起来 在你来中国之前 对中国了解吗 之前你来中国 知道中国吗 很少 了解得很少 知道中国正江吗 之前你知中国和正江吗 是的 只在Sister Cities program 知道的 只是通过那个 坦佩市跟正江友好城市 这个计划 知道坦佩和正江是友好城市 是 海里在美国时 对中国的一切都不太了解 但中国的名字对她来说并不陌生 她早就渴望来中国看一看 这次有机会使她接触到了中国 中国很大 很美丽 中国的很多事情她都很喜欢 我对中国印象很好 很喜欢中国 那对正江的印象如何呢 我对珍江的印象如何 我最喜欢珍江因为我的家庭 中国家庭在珍江 证明了人也很热情很好 食品也很对我的胃口 所以我很喜欢珍江 中午回到了家 你对珍江的朋友很有意思 对 他们做了这个旅行 我当时处理了 我当时处理了 因为我们有朋友吃食物 他们让我笑着 所以很开心 我在珍海 珍海是很可怕的 很多人在珍海 都很可怕的 我真不可能 我真的不想相信多大堆建築 因為我是一個小城市 那是一個大堆建築 所以... 我看你,在你的國家 尤其是在天堅持有房子 不大堆建築 非常有趣 特別是在沙灘的圈圈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当你第一次到上海,当那晚 我们看到很多庄的建筑和明亮的灰色 你什么是你的感觉和感觉? 我当时在一个怒动 我只是在感觉中 我只是感激感到的 你觉得它是很酷? 是的,它是很酷 在你的心里 你说什么在你的心里 是很酷的 很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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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很酷的 我明白 它是很酷的 很酷的 很酷的 像《Grey Wall》 《Gran Canela》 和很多其他东西 你也认识了 现在 我确实 你也知道很多 中国 和《Zheng Jiang》 对 我问你 可以说 一些普通的想法 你的想法 你的想法是中国 我的想法是中国 我的想法是中国 普通的想法 我们想知道 我的普通的想法是 你不做任何小事 在中国 你不做任何小事 你做任何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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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The Great Wall》 或《The Forbidden City》 或《The Forbidden City》 或《The Parks》 或《The Temples》 全是大事 全是大事 全是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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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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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好 我认识 我认识 中国 是一个国家 全是完整 全是有关 全是维权的 全是维权 全是维权的 全是维材 你的国家 也有一个 公司 最古兴权 与其中的 和最古兴材 最古兴权 全是全世界 最古兴权 它是美麗的看到,在中国看到所有的东西 我们在年代研究中,中国是第一次在写作 中国是第一次在有很多东西 中国有很长时间的发展,可能是美国有很快的发展 所以它是美麗的在这里看到所有人,所有建筑,所有新的东西 而且这里有很多这些大城市,新的东西,人和车子 这里有古代的监督,古代的佛教堂,古代的佛教堂 所以在中国有一个混合,一个很大的混合,新的和古代的 所以看见的变化是美麗的 在午饭前,海里和兄弟师叔开始放松一下自己 因为今天的活动安排得很丰富 海里在美国有个非常幸福的家 爸爸是一家公司的工程师,母亲是一家医院的医生 家中还有一个可爱的弟弟,海里在家既是父母亲的好帮手 又是弟弟的好伙伴 海里在美国吃过饺子,但从没有动手包过 一个耐心地教,一个细心地学 海里左掐右捏地总算把饺子包了起来 以前他吃的是人家包好的饺子 今天他吃的是自己包的饺子 海里,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Do you know what's his Chinese name? 饺子 饺子 吃没吃过? Have you had it before? Yes 吃过啊,自己动手包是第一次吗?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 met by yourself? Yes of course 包的怎么样,我看一下 Can she have a look at your dumplings? Yes 看一看,这就是包的 这就是你包的 哦,挺不错的 Very good 谢谢 想没想就是把学到的这个包饺子的技术带到美国去 Do you want to make some dumplings by yourself in America? I will try 我会试试的 海里有个很好听的中国名字,施坦 嗯 嗯 She means to apply 嗯 And tan means honesty Yes And so Together means to give honesty to others Or to my family 嗯 It means she I have a son 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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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就是 means 嗯 是的意思就是给予的意思 嗯 Tan的意思就是 嗯 给予别人坦诚 真诚的意思 兩個合在一块就是给予别人坦诚 或者给予自己家 家里的其他人一样 另外也表现了一种前途坦荡光明的意思 很好的名字 嗯 非常喜欢 You like it very much Yes 了解中国学生 与中国学生 与中国学生友好相处 是海里的一个心愿 下午 她在镇江市一中 与中国学生进行了思想上 情感上的交流 海里是个性格开朗 举止大方 兴趣爱好广泛的孩子 她对中国学生提出的问题都毫不保留的回答 在交流过程中 她认为中国的学生知识面广 思维活跃 带人友善热情 和他们相处得很愉快 当她听说学生们一会儿去踢足球 她热情高涨地表示要参加 比赛开始她作为前锋被派上了场 今天海里没有忘记她的老乡 美国同学杰西卡17岁的生日 海里和她的三个同学 都是第一次出远门 他们在中国父母的精心呵护下 在异国他乡无忧无虑地生活 杰西卡伴随着动听的中国江南名曲 跳起了中国舞蹈 她以这种特有的表达方式 代表四位美国中学生 感谢中国父母对他们的深情厚意 一曲《祝你生日快乐》听过了许多遍 然而这一次将使他们终身难忘 他们说 我们要把中国的所见所闻 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情带回美国 告诉亲朋好友们 中国OK 中国人民OK 那么通过这一次中美的学生交流 也让中国的学生 那么了解美国的一些文化 历史 它的风土人情 那么也让这个 我们的小孩 了解美国的一些文化 这样通过双方交流 我觉得对于促进两国的友谊 加强两国之间的一些沟通 那么作为我们来讲 应该说在这里还可以做一些工作 那么通过两个家庭之间的交流 这也是个社会的细胞 那么建立了很好的感情以后 那么这个我觉得这种往来 会更频繁 那么我们前面呢也有不少学生 那么到过美国 因为这是第六届了到过美国 那么我觉得在这个之前的这些学生的家庭 这个双方 这个之间的感情都非常好 都非常好 那么这个呢 在作为美国来讲 那么他由于这些学生 是来自于不同的学校 来自于不同的家庭 但是有一个他通过他家里的家庭成员 他的父母 他的一些亲属 那么介绍更多的中国的情况 对于美国人民更多的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的事情 我觉得很有帮助 这样子呢我觉得就是说 对于这个进一步促进这个中美关系 中美之间的经济文化 技术上的一些合作 我觉得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呢我们也愿意为这个方面 多做一些工作 我们也愿意为这个方面 我们也愿意为这个 refinance 我们也愿意为这个地方 图意为这个地方 我预防写的工作 也愿意在中国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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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